24号的上午是在福隆饭店 举办了109年教师捷径 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 洋溢感恩心的活动当中 来自全县285位的教师 是齐聚一堂 接受了各界的感谢和祝福 县长徐真伟 也向到场的教育界 优秀伙伴们致意 亲自颁证了感谢状 感谢他们为教育所奉献的心意 徐县长表示教育是崇高的工作 学校能培育许多优秀的孩子 都是因为老师们辛苦的付出 现今老师们面对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 教育的本质应该回归以学生为中心 鼓励孩子多尝试新事物 大胆试错并发挥创造性的思维 以不放弃寻求答案的精神 培养自信心 在我们的孩子学生的平台 我们更跟果子徒 还有我们要谢谢教育处很多的同仁 这个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 很好的软件把它加进来 我们新事生培台 让无论是阅读或者是自依自行 或者是我们读经 或者是整个测评网的部分 能够都加进这平台 让我们的孩子在点选阅读 能够这些资讯能够到后端的 云端 让他可以做一些数据的分析 也可以让我们的老师 便宜去看我们的孩子在亲师生平台 他受益了哪一些的单元 他用的次数以及平凡度 以及让我们知道还有哪一些孩子是没有用亲生平台 最重要的是 其实在他学习历程的历史的历 他可以看到孩子的文理的走向 让我们的老师可以精准的协助他 而且可以看他的学习方向 可以给他跟他一起来成长 因为背后有一群我们的教育中心 以及智慧教育中心的老师 非常非常优秀的投入的老师 去把它开发出来 业节和业节 所以真的好好地用它 我相信在花莲的教育力里面 以及孩子的学习历程里面 这个时候就是用历练的力 会更加更加的给力 孩子将在师长的帮助陪伴下 迈向多元开放的学习旅程 表扬大会气氛温馨 学童们悠扬客家乐身 中揭开序幕 现场除了表扬劳苦功高的老师 并介绍颁奖人员特殊的事迹 让与会的人士更能够深刻了解 他们推展教育 无私奉献的感人生命故事 刊为粮食之典范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